- 喝完一口檸檬茶之後就繼續介紹我個人2024年DMS十大Best Buy之一 - 又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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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再補充一句,你說我做事也好,這款是會在Toys BB見的 - 有些甚麼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 第一件事就是Gundam H來說,這麼夠僵,突然之間,是一套這麼低收視,劣評如潮 -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的動畫,都突然之間夠膽出Metal Robot 1 - 一開波,還要打大佬,F X,究竟是發生甚麼事? - 我沒有看,我不知道 - 我們知道很多人都說,其實這套東西是不差 - 是呀,很多人都說,其實是人物誤導了觀眾 - Level 5,你不如去Pokemon那些,閃閃十一人,整件事就開心了 - 但放進去一個這麼悲壯,我用悲壯來形容的故事來說,是格格不入的 - 我要先進來,因為這套我有看 - 竟然我看完,人家一邊彈,我一邊看,我是在唱反調 - 所以我要說一句 - 很可以的這套東西,真的可以的 - 它是橫跨三代的 - 三代 - 是,很大野心的 - 不好意思,我先打你一點點 - 你會,我是未見過Bandai在未正式出動畫的時候已經推出相關的產品 - 是呀 - 我印象中這套是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 - 所以你想想,當時Bandai對於這套東西是很有野心的 - 所以這個就是Bandai的迷思 Bandai這麼多年以來,它一有野心的產物就糟糕了 - 任何都是的,它有野心的動畫,譬如警戒戰機 - 似乎是有野心的動畫,一百元 - 之前那套什麼卡通片, 背部坐了一個人 - 計讀現半 - 有支持者的,有野心的就糟糕了 他沒有野心那些是成事的 所以這一套就是他有野心之一 《實話實說》先說動畫 動畫也是一樣 和温哥說了橫跨三代 就是阿爺的父母和兒子 第一個Generation 說真的 真是一般的 真是閃電十一人 比小朋友看更小 雖然他很悲壯 但是那個背景 他說因為外星人殺了他媽媽 所以他要弄個孤達出來殺死外星人 是可以的 但是整件事的陳述是慢到無論 而且真的不像是一個這麼悲壯的故事 其實我分拆開三季 即是三個時期 第一期的《H1》 你是要看到後半段 最後的四集 因為當時已經被人罵得太多 罵到他基本上當是H2的時候 他才叫做不如發一下力 但已經太遲了 H2最好看的 H2其實是OK的 但H2因為主角機真的不吸引 H2的設計 即是SATA 是最舒服的 你反而覺得最舒服 所以百貨應百客 H3的故事就好看了 但已經起了坑的人太多 就算你更好看的人也不會又回復 其實它三部曲 你見到 H1的是致敬0079 即機設H2就是Z H3就是Z 互重疾頓 也知道 但是你知道是否一套神作 到最後幾集 才其 eye是神作 也掌握分力 但這個解決 但一開始真是很難以賺取 H1的3D写武器很突破,雖然是一次性,但一發就沒有,我覺得很突破 是的,但以整個當時大家看的高達和3D写的概念,是很難突然接受到的 即是那樣東西,科技跳進得太快 不過我經常想一件事,如果這套不是叫做高達,可能大家看的眼光會不同 但如果不是叫高達,可能沒有人看的 因為近十年我發覺,其實不是沒有機器人動畫 我剛才在網上聽到有人說,其實這套挺好看的,2016年 為什麼我不知道有這套東西? 是不是Netflix? 是的 你知道我講哪一套 推薦給大家 我又撐遠一點,先不講一件事,講一套 哪一套 大家講得這麼開心 我自己來講,反而整個故事的Skeleton是做得很好 剛才說不加高達的名字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是要加高達的名字 因為它橫跨三代,根本也是向不同年代的高達指擊 所以變了它和高達是不可以脫鉤的 重點,我再重新多一次 它真是死在一個人前 我真是沒有興趣看下去的 搞法大哥 你看到頭大身小 然後又 即是 你沒有下場 七歲的樣子,談戀愛的那些 你很難去投入到 最慘的是,郭伯伯都是七歲的身形 算了 真的回來了 有些人說BANDAI和香港政府一樣 越想搞好一件事,那件事就死得越慘 我欣賞你 那你又 你不可以這樣去 你又沒有欣賞你 你又沒有用BANDAI沒有太重要 好了,回來了 非常厚的一個箱子 厚得來,裏面包了些什麼 為何我會說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為何是BEST BUY 首先,其實重點都是在主體上 本身,又錯請更正 阿九俊潤一老師的設計 看它的線稿本身其實都不差 不過放了這個METAL ROBO1 將這件事徹底強化 由海露村徹底 海露村,對不起 幸好我旁邊坐過是水哥 我沒有對稿 我不會做什麼 因為海露村一定是C Astray 我記得當年1比48那盒模型都蠻漂亮 第一代那盒 你真的衰到連 大比例 你衰到連MG的試板都出光 都不夠出H3 你可想而知這套東西多麼嚴重 不過MG那盒模型的H1 那隻是出的有誠意的 也有型的 H2我砌了兩隻 漂亮的 有誠意的 一比48那隻有沒有砌過 沒有 謝謝我 不過我覺得可惜 H沒有出到MG的H3 是啊 其實說機設 我完全沒有投訴過H2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機體是什麼故事 好了 其實真的說回 由H1到HFX 都已經橫跨了三代 有錯 有錯 有些不是對稿的人 其實就住 由第一代發展到FX H3 就因為被Gellus Gundam Gellus 大破 結果 最後就 將所有H系列集大成 將所有科技放在HFX 當然 重點其實就是 他這一堆的C浮油炮 但與其叫它做浮油炮的話 我覺得叫做浮油印會好些 因為本身其實在H的MSV來說 還有一個叫做A裝備的浮油炮 真是浮油炮的裝備 我亦都覺得如果將來 這件東西賣得的 我覺得下一部會出炒冷飯的 就是A裝備的HFX 這個就是後話 有DLC的出 當然出過一部 改了一點顏色 因為其實除了 幾簡單 這個是TV裡面的機體 是啊 因為我沒有看過 在救江 如果受歡迎的 下一個要出 又用HFX的話 就是最終作戰是樣 什麼叫做最終作戰是樣呢 如果大家喜歡H 又有學習到小說的話 就會知道 在最後 他持有的武器 就是他父母 H2 Black Hunt的槍 以及Gundam genius的盾 等等等等 但這個機器很漂亮 我喜歡這個 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 未上工具 我以為他出了這一隻 會有一些附屬品 例如會出 Lars 樹立的銅像 因為這個故事最結局 就是第一集的主角 紀念的 幾十年之後 老了 死了 然後幫他 樹立了一個銅像 整個世界 話實說 這套作品其中一個失敗的地方 是不是他沒有紅過一個女角出來 沒有 你不會有遐想的 看到那些女角 很難說 你的愛情故事 多麼悲壯 也好 他仍然秉承了高達 整個系列 有些人說 任何一套高達 任何一套高達 那個系列的主張 就是所有事件 都是由女性引起的 所有事件 都難過水 其實H也是 都是的 因為最早期 為何會有這麼多事件發生 就是因為第一代的男主角 掛媽被外星人殺了 所以都是由一個女性引起 令我很想看 故事是OK的 你捱到頭的 六、七集左右 就OK了 我覺得最精彩 就是H2那段劇情 明日夜第二代的兒子 不是X-rounder 但是他就成為了Super Pilot 或者X-Pilot 最初又不說他是誰 是 中段才發覺 然後他就是阿仔 他精細 讓大家看回本身 這次FX的設計 你會見到整件事 海陸村本身的線稿 我相信大家看過 但是你今次看回這個HFX 你會見到它是可以將FX的直線線條 很完美地再重新一次表達出來 本身它的設計是充滿了一些很直線線條 海陸村很線長這種風格 是 而今次這麼小的Metal Robot 都可以將這麼精彩的線條 強化了 所以在外形來說 是給了驚喜的 另外 為什麼我會說這部是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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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頭的可動性是超頻 我拔了背部 其實背部也挺好玩的 因為它本身是核戰機的設計 如果要做什麼呢 我再弄好戰機的形態 反正沒什麼時間 師兄叫我不要看這套 不如找一隻PSP遊戲玩好過 這麼糟糕 又真的不是那麼差 老實說 就是人切 有問題 你意思是它崩壞 還是它崩壞得重要 它用了這個核戰機的設計 雖然是要外保件加上機頭 但是 拔了背部出來 拆了兩個長的浮游券 或者叫浮游刃 整架戰機是帥氣的 繼續 上臂或上半身 是我提出的地方 其實這一個 拉出來 看到肩膀是拉出來的 令到它向後 和向前的幅度 都可以去到極致 這次是向後反 是呀 因為平時它會在前面做的 前面都可以 你會看到這裏可以再拉出來 所以肩膀已經很好 它有很多東西給多了 當然 有機會是因為要配合這個 施浮游刃 還有這個 接下來 九成都會出的 Grust Mode 有機會是嗎 我覺得不會不出 側跟的肩膀可動 這裏都會動 我以為是用來玩可變 當然這些瘋狂的設計 麻煩大家留意角位 我見到有些朋友 設計的地方 就是角接近斷了 這麼快 他開盒已經是這樣 不過他玩日版 所以變了沒有授報 見到上臂的 向上移動 就差不多 九十度 前臂對摺 其實大家都耳熟能長 不過 前面這一節依然給你多一個橫切 所以變成他做姿勢的時候 是多了很多不同的玩法 即是裝把劍在前面的時候 角度會扭多一點 100分 變成你擺姿勢 你可以用隨心鎖來形容 本身拳頭就是一個波階 所以變成只玩上半身 這些可動都真是神經病 不過我覺得歸功於拳頭的設計 比較簡潔 令到他不會有任何裝甲 防礙 而且本身因為這裏有一個橫切位 變成多了花神玩 當然 腰 你會見到 胸和腰這裏有這麼多空間 如果他流了 變成他左右動的擺幅 在Metal Robot雲來說 真的數一數二 即是變成兩節關 對 這裏有動得 這裏有動得 左右更加不用說 我全部靠歇對上的腰關節去轉 觀眾比較關心 他會不會這個位置扭得多 即是調姿頭扭 起碼這段時間 新玩就不用怕 唯一差一點的地方 就是向前和向後 向後就不用擔心 向前 他這一個白色的位置 就會頂了下去的小幅度 變成向前就是這麼多 唯一這裏差一點 其他 開甲 全部都是發到大一大 因為本身其實 大家玩看Metal Robot雲都知道 他的Skeleton全部都是金屬的 而這個Hip位本身 整組都是金屬的 所以變成他的波磚位 扣回這裡這麼多塊 一二三四五五塊腰甲 令到他本身的腿的關節可動性 是不會受到影響 不會受到影響之餘 不會受到影響之餘 側根亦都做回一個 還好 大家可以看清楚 側根可以做回一個橫切 而對摺 我應該直接說 可以對摺 我不敢說 看見他的膝蓋很漂亮 但是 好大也叫做對摺 對 好大也叫做對摺 另外 如果你看清楚 你會留意黃色的位 他也是有做到連動 整組黃色是放進小腿裡面 所以變成 令這些小處多關注 好 前面的腳腿護甲 一支直軸 再加一個波頭 令到他除了可以上下動之餘 亦都可以拼來拼去 你亦都見到本身 腳腕的金屬關節設計 令到他的可動性 是不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當然左右更加不用擔心 所以多說一句 如果純粹可動性來說 這隻東西都數一數二地瘋 不過覺得 直腳的金屬多不多? 其實任何Metal Robot 1 它的特點都在那個 Skeleton那裡 變成 玩開的 你就不會覺得有驚喜 但是 是一個習慣了高質素的金屬成份 好 在這個Dead Air那時候 可否介紹一下槍 那些 淋淋滋滋滋滋 但這個不是裝上去的? 這個是被拆出來的 對 這支毛巾的大炮 這支是普通槍 可能出在另一隻Buster 其實HFX的裝備是相對單純的 主要是靠這個C4油印 而且本身這支槍都有不同模式 所以玩就真的這麼多 這支槍 這支槍 前面這裡 有型的 接合 應該是你亞德哥所說的不同模式 對 可以這樣 否則可以伸長 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伸長就在這個角 對不起 是 先放上去 是 是 時間關係 因為它本身有14支浮油印 我就不打算這麼詳細地玩 變了幾點了 哇 11點40分 抱歉 玩著這麼多先 始終你說 要麼就插 要麼就不插 你插就真的要些時間 但是純粹說外形 可動 如果是想看完 沒有什麼說話說 對 這裡就見它裝了很多 庫拉圈 庫拉圈 半個庫拉圈 還有挺有趣的 就是很少機動戰士 是沒有手持的雷射劍 而HFX主要的格鬥武器 就是教它前臂 好 看看前臂 就是這樣 接下來遇無意外 下一隻就到Black Hunt 因為我沒有記憶 有錯性更證 我印象中 其實當時Metro Global運 公佈是公佈 是先公佈Black Hunt 先的FX 但是反而Black Hunt 就拍都沒有 應該只有拍 不是拍都沒有 對 所以如果這隻可以的話 下一隻應該真的是Black Hunt 再跟著H2 他用那個字 參考作品 對 一看了參考作品 我只是參考 MGV就是這樣 參考業就沒有了 只是參考而已 今集真的玩了這麼多 好 我們也來個大團圓Ending 聊一聊 聊聊 打不及別人 我們也來 聊一聊 聊 聊 聊